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静 我们现在在吐鲁番的麻扎村 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土庄 可以说是这里边最古老的维吾尔族村民居住在这里 我走在这个古村路边没有看到多少游客 连村民都很少 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深入地去看 我发现了啥 我终于发现了新鲜的水果了 这个啥 哈蜜瓜 新疆的哈蜜瓜 大又甜呐 尤其是吐鲁番这边的瓜果特别甜 就是最出名的了 想知道怎么带走一个 这好像没有人看过 要不 不了 我们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荒废的人家了 一路过来呢 我们其实可以看见很多 很多这些房屋紧闭着这个门 他们这里面都是没有人住的 我又经过了一个人家 就可以看到感觉是有邻居住的 然后呢在这户人家的民口 这个牌子上面 是看到有个四有四五户 啥意思 大家知道 其实在这个村落里面的房子啊 基本上都有上千年的历史 哈 我们现在又走到一个地方 看到了这个牌子 就由于上面那个勒科克 它是德国的一个探险家 曾经他就是在这里住的 对 他是一个强盗来的 他来了吐鲁番之后呢 把吐鲁番这里大部分的壁画文物 还有一些金书 还有一些陶器啊 都给倒走了你知道吧 倒不走的都破坏掉了 它这边好像应该是卖水果的吧 因为看到它这有哈密瓜 还有葡萄干 都卖的东西都摆出来 但是人不在这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历史建筑来的 它是建于民国初期 到现在差不多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它这个房子的构成呢 就是由那个生土做成的 因为生土它粘性比较强嘛 做的这个面积是比较大的 它这上面也写着 四有四无户 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清真寺了 这个清真寺呢 它就是位于这个麻达村最中心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这前面呢 就有四根柱子在这 一直的向往天上那种长去的感觉 然后呢在那最顶尖呢 还有月亮形状的亮片 不过很可惜 它这里还是锁着门 大门紧闭 这里人烟稀少 然后再加上那空中啊 盘旋鸽子那种声音 真的是增加了好几分的 诡异的色彩啊 太诡异了 这地方给人感觉 我们在这边呢 也看到这些那个碳堆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人生活的还是比较古朴一点的 比较古老一点的 这个村子也不算小吧 但是呢 但是据网上说呢 这里呢 就大概只有十户的居民 大部分的村民呢 他们已经都搬到了 现代化一点的城市里面去了 啊 现在在我这个角度呢 可以看到身后的那个清真寺 那个全貌了哈 上面呢还有一些麻将 麻将呢 它在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呢 就是圣地的意思 其实像这个地方呢 它原本呢 是一个叫做绝路 绝地的意思 但是 以这个村落 命名为圣地 这个名字的话 也就是麻将 这个村落的话 那说明这个村落 真的是非常的有名啊 其实在那边山上啊 山上它也有一些墓地啊 它这里也被称为是东江宝窟 这个古村落呢 距离屠鲁藩市区呢 有55公里 它整一个村呢 都是处在这个土域沟的下面 其实走在这里的 古朴的道路上啊 你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 然后还能够感受到 这个古村落的境遇 啊 在这个村庄呢 你大概就只能够看见 两种颜色 一个是黄色 还有一个是绿色 黄色的是什么呢 黄色就是指的是一些 这些生土做成的房子 还有这个火焰山的颜色 绿色呢 大概就是那个清真寺的颜色 还有这个绿 绿树的颜色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去看一个 非常震撼的地方 土域沟大峡谷 我现在发现了一棵树啊 这棵叫做长寿树 它是一棵桑树来的 因为以前呢 有很多的老人 在这里树底下乘凉 那据说是可以说 吸取这棵树的长寿的灵气啊 所以呢 它就被叫做长寿树 他说只要是摸了它的人 那些人都可以长一百岁 我在这里其实一直都在摸的 我知道我是可以长一百岁的 我现在走在这个村庄啊 它就是大峡谷下面的一个村庄 但是我走在这个村里面呢 我发现有好多巷子纵横交错的 感觉像在走迷宫一样 感觉这个村子 几乎都没有什么人居住了 我想问路啊 现在都找不到人 感觉现在已经迷路了 现在又不找往哪走好 说好的大峡谷呢 这个麻渣村啊 我们就逛完了 逛下来其实也不在 但是呢 里面的很多小巷子 总是能够使我迷路 还行 里面那种房子建筑啊 各种什么样的都挺好 这里的建筑呢 就非常有这里的民族特色 这里就保存的最完整 最古老的生土结构建筑群 请继续关注 《最有感觉》 跟我一起探寻西游之旅 发现更多的美食美景